单身美女搬新家 没想到却遇上一群变态邻居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喜剧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 夺命公寓 这天女主萨拉看到路边公寓招作的广告 正在找新房子的她 马上推门走了进去 一番观察之后 萨拉发现这个公寓 环境整洁 邻居游戏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于是她马上找到管理员 想要租下这里 没想到喜欢这里的不止她一个 整个样板间 站满了各式各样来看房的人 眼看着别人节族线灯 萨拉有些遗憾的准备离开 这时管理员胡子书就告诉她 这里并不是先到先得的 如果她喜欢这里 可以先四处看看 逛完一圈之后 萨拉就在胡子书那里 填了一下基本信息 这时胡子书发现 她宠物那格没有填写 于是问她有没有饲养宠物 因为听到别人说这里的禁止饲养动物的 萨拉犹豫了一下 随即撒谎说到没有 但事实上 她养了一只大胖橘 就这样靠着虚假的信息 萨拉顺利得到了入住的机会 搬家当天 萨拉遇到了邻居布兰恩 布兰恩阳光帅气 很温柔邀请萨拉 参加晚上的烧烤派对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她绅士般提出 自己可以帮萨拉搬东西 但是害怕养猫事情露线 萨拉拒绝了她 搬完架后的萨拉 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除了那个看起来有些奇怪的独眼龙 第一次见面 她就递给萨拉一本厚厚的书 但萨拉对她的印象实在太差 就拒绝了她的礼物 当晚睡梦中的萨拉被一阵声音吵醒 但第二天 她想住在隔壁的布兰恩求证时 布兰恩却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听到 萨拉感到很奇怪 但也没有办法 到晚上的时候 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萨拉拿出耳塞塞上 并准备睡觉时 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猫不见了 于是萨拉起身出去寻找 结果却看到走廊上摇摇欲坠的老太太 好心的萨拉将她送回了房间 这时一本厚厚的书 引起了萨拉的注意 那正是前几天首次遇到独眼龙时 她递给自己的那本社区的力量 顺着这本书 两人聊起了有些阴郁的独眼龙 经过老太太的介绍 萨拉这才知道独眼龙先生其实是个好人 但因为刚刚丧偶才会如此低沉 不久后萨拉养宠物的事情被发现了 虽然那人没有明说 但是她将入住的规定从门缝中塞了进来 下面还用红笔写着 有人对猫过敏 你这个自私的贱人 萨拉有些慌张 于是连忙走出自己的房间 但走廊上的每个人都对她笑脸相迎 仿佛对纸条的事毫不知情 出了那个一脸阴沉的独眼龙 于是萨拉想追上去问问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但独眼龙看见她转身就离开了 大胖局的存在被发现后 萨拉一直心生不宁的 公司里的前辈卷发姐发现了她的异常 于是约她下班后一姐喝酒消遣一下 借着酒意 萨拉向卷发姐倾诉着自己糟糕的生活 上司混蛋 父亲出轨 自己养冒还差点被邻居举报 卷发姐鼓励了萨拉几句 并顺势提出合租邀请 她告诉萨拉 自己所在的公寓并不禁止养宠物 听到萨拉非常激怒 但她还没来得紧做决定 事情就发生了变故 当晚睡不着的萨拉 忽然闻到一股焦糊味 本应关着的烤箱还发出嘀嘀的声音 于是她将烤箱的门打开一看 大棒局已经被烤成了焦炭 接着萨拉身后 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男子 那人用扎带将萨拉绑在椅子上 随后大摇大摆地打开灯 萨拉这才发现 她就是自己的邻居布莱恩 和白天阳光温柔的样子不同 此时的布莱恩神色冷峻地拿出针头 萨拉见识不妙 于是挣扎着弄坏椅子 并将布莱恩撞倒在地后 逃出了房间 她一边逃跑一边求救 邻居黑衣温身赶了出来 萨拉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 躲到了黑衣身后 却没想到她和布莱恩竟是一伙的 这下无路可逃的萨拉 直接被垫翻 整个公寓的人 眼睁睁地看着萨拉被拖回房间 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布莱恩将镇定机注射进萨拉的体内 萨拉再一次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 这时萨拉发现 自己被囚禁在一个空屋中 整个房间的门窗都被木板封了起来 胡子书告诉萨拉 自己已经帮她辞了职 所有亲朋好友也被大骂一顿 之后拉黑 现在没有人会来救她了 但只要她好好听话 就会得到奖赏 抵抗则会遭到惩罚 说完让独眼龙冲着萨拉 展示了自己的伤口 并告诉她 这些就是独眼龙试图逃跑的惩罚 威胁完萨拉之后 布莱恩开始下达命令 只要墙上的红灯亮起 萨拉就必须把双手 放在墙上的那两块痕迹上 无论多累都不能放手 只有灯灭的时候 她才可以休息 除此之外 布莱恩还警告她别想偷懒 有人会在监控中 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说完大家离开了房间 为了防止她觉得无聊 房间里还播放着音乐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老太太来到了房间里当睡客 她告诉萨拉 每个公寓中的人都要经历这一遭 只要放弃心中抵抗的想法 她很快就能重获自由 不久后 萨拉实在撑不住倒了下去 一直在监视她的胡子书 马上冲了进来 她掏出枪告诉萨拉 要么直接死 要么就乖乖的将手放回去 布莱恩嘴上说着会帮她 实则拿出钉子 将萨拉的手钉在了墙上 疼痛让萨拉不住的哭着求饶 并大喊着自己想要回家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 在这里求饶并没有用 只有顺从才能得到解脱 于是她自觉的将另一只手放回墙上 布莱恩将她另一只手 也钉到墙上之后 胡子书说道 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家 疲劳加上疼痛的刺激 精神恍惚的萨拉 听到父亲的声音在耳边 根据那声音的指示 她将被钉在墙上的手 抽了回来 但还没来得及逃跑 她就疼得晕了过去 醒来的萨拉放弃了抵抗 等灯光再次亮起时 她主动回到了墙壁前 看着她顺从的样子 胡子书觉得第一种考验 是时候结束了 于是她将萨拉交给了 公寓里的女住户们 他们细先地将萨拉 梳洗打扮了一番 然后将她带到了胡子书 和布莱恩所在的房间 他们告诉萨拉 无私是住在这里的第一条 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没有秘密 说者问了她许多隐私的问题 萨拉不敢反抗 只能一一回答 随后萨拉被要求 熟读那本社区的力量 然后观察公寓中 每个人的生活 在这期间 胡子书还不停地向她灌输 社区是你家的观念 渐渐的萨拉开始适应 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每个人 都遵循着社区的力量 四个原则 无私 开放 接纳 安全 这期间 萨拉不是没有想过反抗和逃跑 但都被好现的独眼龙 用眼神圈阻了 就这样 一段时间后 萨拉开始接触社区中的工作 她被分配到监控室 和布莱恩一起看监控 这时她才相信 公寓中每一处都在监控之下 就连厕所都不例外 看着监控室中的摄像头 她向布莱恩打听 这个房间的监控 是谁在看 但布莱恩并没有回答她 还让她看好自己的监控器 别问那么多 不多时通过监控 萨拉发现老太太又一次发病了 于是连忙让布莱恩召集救援 不多时 所有人齐聚在老太太的房间 看着大家面带笑容有说有笑的 萨拉还以为他们是来探病的 谁知下一秒 大家却说起了道别的话 萨拉这才知道 在这个公寓中 不会再有贡献的人将会被处死 很显然老太太也知道这件事 她不但毫无反抗 还很平静地握住萨拉的手 做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整个屋子除了萨拉 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有意义 看来这种畸形的思想已经深入每个住户的心灵 又过了一段时间 萨拉终于被公寓的住户接纳 胡子书为她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并在她的耳后落下了一个印记 这是通过考验成为这里居民的标志 在一片掌声中 萨拉正式成为社区中的一员 就在这个派对上 胡子书说出了 萨拉当时被选中入住的原因 原来她像极了独眼龙病逝的妻子 而她来到这里的任务 就是接替那个女人 成为独眼龙的妻子 并为公寓的人丁兴旺做贡献 萨拉虽然不乐意 但还是跟着独眼龙来到了她的卧室 就在这时 萨拉的父亲找来了 父亲的出现幻想了萨拉的感情 感受着父亲诚挚的道歉 萨拉忍不住拥抱了她 但还没等她说什么 就看见藏在暗处的布拉恩 拿着匕首走了出来 为了父亲的安全 萨拉只能狠下心打骂父亲 并让她以后都不要来联系自己 得知父亲安全离开后 萨拉终于忍不住抱着布拉恩痛哭了起来 之后萨拉作为独眼龙的妻子 和她过起了同居生活 老太太死后 又有一个房间空了出来 公寓继续招租 这次入住的是萨拉的前同事 卷发姐 但和萨拉不同 卷发姐性格刚直 态度也比较强硬 萨拉站在门外 听着卷发姐反抗的声音 一时间思绪万千 不多时 胡子书带着被卷发姐咬上的布拉恩走了出来 掩盖着硬的不行 胡子书决定给她来点软的 于是派萨拉以朋友的身份 进入房间打温情牌 萨拉试着告诉卷发姐 这个公寓的规则 只要她能停止抵抗 就可以受到大家的帮助 但卷发姐却不想听萨拉多说 因为她知道 萨拉已经被公寓的住户洗脑了 卷发姐毫不留情地 说出萨拉的内心的恐惧 不仅如此 她一脚踹下萨拉 萨拉倒在地上时 想要提醒卷发姐不要逃跑 但还是晚了一步 胡子书推开门 直接将她用扎带捆了进来 并将冰锥递给萨拉 示意萨拉将卷发姐的耳朵刺破 以示警告 看着这个帮过自己的女人 萨拉下不去手 于是她反手将冰锥 插进了胡子书的脖子 伤人之后 房间中的警报器响起 这里算是待不下去了 萨拉只能剪断 卷发姐手上的扎带 两人开始逃亡 只可惜那一季 并没能让胡子书丧命 两人还没逃多远 胡子书就强称着一枪 打爆了卷发姐的脑袋 为了活命 萨拉活了出去 她一把将胡子书推倒 并用冰锥刺向她的胸膛 一下又一下 萨拉发现着这些日子里 内心的压抑 等胡子书咽气之后 萨拉收缴了她的枪 和公寓大门的钥匙 与此同时 她发现胡子书的手上 也有那道伤疤 那就意味着这个公寓中 看似作为领导者的胡子书 也不过是个被统治的成员 真正的幕后黑手 另有其人 但现在她管不了这么多 公寓中的所有人都冲了出来 他们将萨拉团团围住 萨拉拿着枪告诉众人 统治者已经死了 大家现在自由了 可这些人脸上 根本看不到一丝开心 原来那个幕后黑手 就是社区的力量的作者 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但他的著作和四个原则 留了下来 大家被这种精神控制 洗脑成功之后 全都自愿留在这里的 眼看着劝不动这些人 萨拉就想独自逃命 但布莱恩却拦住了她的去路 不得已 萨拉只能开枪叫她射杀 看着大家还在震惊的时候 萨拉突出重围 朝着公寓的大门跑去 眼看着自由即将到来 萨拉却被一拥而上的居民抓住 一个住户冲上来 抱着萨拉不撒手 而她手中的枪 也被独眼龙抢了过去 萨拉有些绝望 自知逃不出去之后 她恳求独眼龙 能够开枪杀死自己 独眼龙内心挣扎了一分后 开枪射击 倒下的却是抱着萨拉的那个居民 她冲上前去 将萨拉推出门外 随后为萨拉挡住愤怒的住户 并引淡自己 逃出上天的萨拉拔腿狂奔 直到再也看不见公寓的影子 才停了下来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萨拉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下一秒 路边的广告牌吸引了萨拉的注意 上面的标志正是公寓的那个 此时旁边建筑上的摄像头 转向了萨拉 警报声再次响起 惊慌失措的萨拉 响起监控室中那个摄像头 看来自己还少没能逃出 公寓的空气范围 看着警报灯闪烁的街道 萨拉笑得有些悲凉 但他没有放弃 而是眼神坚定的朝着街道的尽头跑去 从这个电影中 阿布看到了许多现实中传销组织的影子 先是营造美好的前景 吸引受害者接近 随后安排一个人待叫 并产生感情交集 等受害者加入之后 开始切断他的退路 然后软硬兼施 开始重建受害者的认知 让他接受这个在外人看来 并不合理的制度 给一巴掌再塞一个填枣 在受害者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这个填枣会成为受害者 唯一的精神慰藉 甚至会对给你填枣的人产生依赖 这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来源 反复鞭策后 受害者被洗脑成功 然后彻底接受这里的规定 此时他被接纳成为这里的一员 然后获得一些所谓的集体认同感 而那个曾经的被害者 升级为新的施暴者 并开始为组织迫害 并吸收新的受害者 即使有一天组织解散 控制他们的人消失了 但控制他们的精神 不会轻易消失 甚至他们会自发的延续着前人的行为 这看似晃诞不已的事情 在现实中却实时被演绎着 每隔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上 都会有这样的故事 那些深陷传销组织的人 被救出来了后 精神还被组织的洗脑包控制着 他们不仅不感激救他的人 还哭着喊着想要回去 纵观全片这里没有鬼怪出现 也没有过多的血腥画面 但看完全片之后 却能给人带出一种 心理层面上压抑的感觉 喜欢这种片子的朋友 可不要错过哦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